第三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接下來第四場 第四場又跑回四板千二米 好狀態較突出 我覺得是3和5 其他都很平均 至於配備轉變 1號 樂斑的時時好運 除了臉褲、初戴眼罩 另外七號馬的石屍褲 亦是初戴眼罩 好,看看這隻時時好運 教一下雜貓 穿了坐衣 因為這隻馬 其實以前雜貓箱都一般 而且它有點脾氣 所以有時跑 雜貓箱有時把握得不好 就要教一下雜貓 要考一下 上次出雜貓也不是快 所以轉個眼罩 除了臉褲試試 之後早跳只把耳套 所以不同的形態 出到雜貓可以贏得完 好,接著輪到高高 看它今早跳 開始有些力度、色髓都離開 但是跟它贏馬比 我覺得還差一點 好,三生好運 我覺得分數已經差不多了 1號如果搏它漏閘 2號11檔又不是那麼健康 又未必跑得那麼好 它已經很兇了,撿過二檔 好,看看這組試集 我特意給大家看看 有四隻馬在這裡 領航神區最近鏡 中間純金酒杯 外面那兩隻 長華孝寬和馬蕭雄 有些雜商出雜都不太好 大家留意 先看看那隻長華孝寬 早段不算快 你看到的騎士縮了到尾 以前這隻長華孝寬是在前面走的 速度型的馬 最後看到霍宏星也給了兩步 還打到旁邊 它末段又追回一些 即是這隻長華孝寬 至於其他馬… 純金酒杯,大外燈 是,又是一邊砌著它上來 純金酒杯 但是泥地它沒有爆得那麼厲害 至於領航神區在哪裡呢 就是藍白格仔色衣 在尾衣位置 純金,旁邊馬蕭雄 黑白衣是馬蕭雄 有些馬追著它 它又好像願意走一點 即是開頭退一點 接著又走回來 長華孝寬我都是特意選 就是因為它特意縮在後面 即不是說贏得各樣東西 即是在操練模式 即使用馬跟著馬跑 學多些東西 我喜歡這些 是的,即是有時要變一下 這隻都變的 喜晉之聲就換了一個人 就從星期六早見到蘇紹輝士 但是馬的狀態就一直都適合 我亦都不覺得潘明輝發揮有什麼大問題 好,接著是古朗順豐 它是不是真的厲害了一點 我都… 我都覺得… 有時你不是說經常留意這麼多 你又拍草集 我記得它有貨單跳 即是有耐閃 但馬是更厲害了 真是 剛才旁邊那隻灰馬又漏集 東風一號 都會贏的 是,都會贏 激死了 好,看看這隻石師傅 近鏡拍跳加眼罩 力水都是差一點 馬都有點悶悶的 賣變成功財富 隨便優達星再看一看它 成功財富 大布籃 眼罩 還有紮利,其實還是不是這麼短 真的跑 是的 我覺得她的布置有時 抱得跨步很高 這隻就完全不同身形 保麗生輝 它就小小小的又短身 玩得下身軟 因為它均勻 但是進步的感覺 不是很大 希斯丹 reun的課期 都試得慢 好,再看一眼 健康心靈 好像是不是 木木 不但 стало但 原來這一隻又爬 到最後 比海宅 兇著這隻 之間 FIRSTONE 到後面 真正 稀奇 是想跟著折勝 但沿路跟著上來 馬都有點生 走回去也不定 周身動 暫時尾巴 開步、腰部很緊 喜歡點頭惡得高 覆滿寶 休息一邊等機會 你說重發必 哪個重有什麼變 功夫養著 來到第四場 3T的頭冠 這組我覺得有些大家會跟進的馬 例如喜晉之聲 這些是很明顯的馬 也不需要多說 我選了兩隻想跟大家說 例如6號的古浪順風 今早就彈閘 我看到它助手試 出閘很快 還有這隻馬我留意了它很多次 賀冥年跑得挺好的 以前這隻古浪順風 我自己入腦 每個跑都內閃 但賀冥年跑不算閃得很嚴重 它是砌得動它的 上次都追得挺好的 這隻古浪順風 適逢狀態有些轉變 這個人跑又不會熱滿 冷冷的就彈一下 另一隻是10號的健康心靈 這隻剛才豪賢都說過 兩次落場都有追勢 加上最後彈回貨閘 出閘都順利 沒有好像上次跑那麼慢 有些進展 這兩隻都是邊線的馬 讓大家參考一下 有時在馬的本體裏面 希望在神速裏面帶給大家 覺得它有什麼操練 或者那隻馬的形態有些不同了 其實三生好運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同 只不過你再看二檔 跟著這隻馬都一路下來 多耐、多健康 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上季 那麼好形勢 那些馬轉出去 它又可以在裡面這樣贏 但是它的馬狀態 維持得很平穩 時時好運 譬如這些就是 它經常慢閘 那你都要想辦法轉 看看轉這個配備給它 這隻馬如果走出來正常的話 時時好運是有權贏了的馬來的 那再講下去就是四號馬長話效寬 就是我不是說它可以還是不行 但是起碼我喜歡見到別人 起碼轉一下手法 就是剛才那隻什麼 幸運旅程而已 二場二 那隻馬是轉了人操 那你希望有些不同了 轉一下手、轉一下配備 就是希望看到這些東西 幫到大家 第四場賽事都研究過 休息一會